來 相信在他權力支持林智堅前市長的論文沒有抄襲 而兩篇論文都已經經過學位的撤銷之後 我想這一個我們不知道該叫他是側翼 還是真的是所謂的這個媒體 所謂的這個教授好了 其實說真的 他的公信度已經非常的低 那當然我還是以 就是我是一個 就是必須要來鋪挺的一個情況下 我還是認真的盡我自己的義務 但是當他對於說 在美國西西納提大學 官方的兩次的這個 韓文來信 都暴雨高度的質疑 甚至對於裡面的英文 有過多的一個誤解或曲解的時候 確實是沒有辦法接受 那他一直覺得說 我們就是好像都很笨 就是說你們都在裝笨 然後又說什麼 這個美國西西納提大學的 這個韓文有什麼英文上的問題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面 真的不要好像覺得自己都是最聰明 然後美國西西納提大學 好像如他所說的這麼笨一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剛剛在庭上 我也不是很能夠理解的地方 但是相關的一些 在法律上的見解 關於這個誤告是否 有這個誤告的故意 我想等一下我請我的律師 來跟大家做說 這個最後法官有詢問到 這個制術範圍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會在 聚狀向法院表示意見 那當然這部分 如果就剛剛停上 我這邊聽到的內容 我會認為說 其實制術人對於他的制術範圍 跟我們當初提告的範圍 也是有些許的落差 那當然這部分會不會有 這個所謂 就是可以在程序上駁回的部分 我們會再跟高市長這邊討論 然後我們再聚狀表示意見 這個火藥會真的十足 包含其實這個抄襲 還有這個講到朱立倫的部分 幫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會採這樣的策略 我想就是把事實呈現出來 高峰安自己是親身經歷 他的論文是在庭上表示 他親自撰寫的 被抄的那一份期刊論文 他也說他是第一作者 兩份作品都是他的 期刊論文有其他的作者 他從一份文稿 把內容搬到另外一份文稿 他不可能不知道 那我在臉書上說他抄襲 也就是從期刊論文 把內容搬到博士論文 他告我 然後他現在說 他不知道這叫抄襲 在美國的大學取得博士 比於你台大匪陶匪 這麼優秀的台灣人才 竟然不知道這個叫抄襲 這是今天攻防的一個很大的重點 我想給一般的人民來判斷說 高市長不知道這個叫抄襲 我想很難令人相信 決定被固定了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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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